新竹地区雷锋车队延续了昔日行善风格 这一次跨海行善 捐赠了13万元驻马公司里幼儿园营养午餐经费 透过雷锋车队爱的力量 强健孩子们健康的体魄 现场雷锋车队驾驶的哈雷重击 顶着大雨当中来到了马公司里幼儿园 当孩子们听到哈雷重击巨大的声响时 开心的拍手叫好 此善行的活动是由雷锋车队创队长蔡红龙 以及晃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于廷辉率领22台重击跨海来到澎湖 将善行延续至离岛澎湖 在善行民众老板娘的协助之下 对接上马公司公所 我认为是一位 我本身齁也喜歡重機啦齁 我在2006年的那一年開放考駕照 澎湖沒有得考 我就考去屏東考了第一張重型機車的駕照 那時候我就買了一部重型機車 因為我也非常喜歡重型機車 那今天讓我們大開眼界 我們有看到那麼多的哈雷機車 真的是不是在澎湖比較不會看見啦 所以說很吸睛 所以你看老師啊 同學這邊都很雀躍 對啊也歡迎你們 這是真的 剛好天空不夠美 沒關係 因為雨不會下很久 我們澎湖的雨一下子就過去了 希望你們這次的旅程 能讓你們觀賞到澎湖的風景 我們澎湖有很多很值得欣賞的風景 也適合我們重型機車 來一路的觀賞來環島 然後雷豐車隊呢 在新竹地區呢 都是一些園區啊 各行各業的這些 事業有一點點小成就的老闆啊 或者是喜愛重機的這些車友 那今天有這個機會呢 來做一點愛心呢 其實我們一直很期待也很期待 雷豐車隊長期以來關懷偏鄉 以及弱勢族群 經常舉辦捐血捐助等公益活動 這一次善行更是透過多方的合作 得到了新竹科學園區多家愛心企業支持 車隊隊員們熱情捐助 加上副總經理余廷薇 特別號召了愛心企業 共同寵募散款新台幣13萬 全部捐給馬共勢力幼兒園 作為是營養午餐經費 我們這一次來純粹是做愛心 不是說車的價值 但是大家都很好奇 趴了一台車多少錢 基本上一台車 像現在來的車價大概都在150萬到200萬 這次來了20台 所以說又乘上來的話大概是3000萬 20萬大概4000萬左右 所以大概價值是這樣子 那我們純粹是很有愛心 想要幫助澎湖的小朋友 這是我們這一趟專程來的目的 也有機會 市長這邊幫我們 可以做這麼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活動 那我想大家都很開心 我們在台灣一樣 做了非常多這種慈善的活動 一年平均三到四次 市長黃建宗特別頒發感謝狀 以及澎湖玄武岩印章 以表彰對雷鋒車隊的善行 感謝他們對馬公勢力幼兒園 學童的支持和關愛 雷鋒車隊武士的愛心 也將帶給孩子們 無限的希望與力量 連鋒車隊也指出 這一次捐贈這份愛 讓馬公勢力幼兒園有穩定的支持力量 為小朋友靈活調整菜單 豐富學童的飲食體驗 這一份資源與愛 也讓馬公勢力幼兒園的小朋友 學會了感恩喜福 珍惜擁有 日後將這一份小愛 擴散成為大愛 記者王海龍報導